日本男星佐藤健外型帅气,是许多人心目中的男神,去年凭借夯剧《First Love》初恋,人气事业都更上一层楼。 佐藤健魁为三年于27日下午旋风来台,但行程保密到家,昨,29日他在官方社群透露,我正在台湾拍广告,还加码曝光16秒影片,影片中只见佐藤健穿着灰色大衣,只声音花束钟,令粉丝相当期待陈品,纷纷留言直呼,帅爆了,虽然只有16秒但我可以重复看一小时,男神就是不一样。 据了解佐藤健这次来台是为代言的茶品牌拍摄广告,这也是他继2020年后首次接下海外代言,而这次来台行程虽不公开,但底台当天仍被发现到麻辣锅用餐。